來看一下瑞士在這週比賽第二輪的對手 一個人打蟲的對決 將由瑞士來出陣的是Kofi 首先雙方的第一張地圖是來到了2000大氣壓力地圖右上角 這邊1點就放下藍色的台灣同選手是Rex 左下角紅色的人類選手則是中國的選手Kofi 還以為他們就要拋下我自己揚長而去了 那也是很常見的事情 還好他們都有情有義 還特別重開來把我邀進來 太感動了 好 我有稍微看一下那個 那個什麼 馬路的 那個訪問啊 他是說其實 ZVT是沒有什麼太大的 變化在 Patch完之後 當然是他自己說的 但我覺得感覺上來說應該也的確不會到有太大的 差異才對 對整個Meta來講 但反正就是技術嗎 還是可以來觀察一下 時間19戰術上還是可能會做一些 那個叫做什麼 螺旋性的一些調整 戰術螺旋 但我覺得主要還是看地圖啦 對啊 就是下一季的地圖詞不知道 要等到何時 地圖還是比較快速能改變現在生態的 一個比較 關鍵的 點 好 這邊 Coffee是很快的 正常的把二礦給開了下去 Riz這邊 則是也是快速的把這個三礦給點了 點了點了 點了 兩邊前面都還在做最基本的營運喔 就看一下人類在第一時間出去的騷擾會長成什麼樣子 前期在對重組來說還是比較被動一點 這邊 不交換嗎 直接出一台二郎去前面偵察後 要來直接改頭雷了 一隻二郎往前 Riz這邊狗是不是抱的有一點多啊 Riz這邊已經要抱30條狗 直接提了這個狗速往前衝 唉唷 Coffee這邊的二郎 是沒有任何的 成型的可能的喔 狗速拉好了 這邊只看到一隻二郎 來狗速也好直接往前衝 這邊燒掉了牢狗 但是沒有關係 野狗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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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這個時候雙倍才掛好 要來雙倍殘二郎 但是家裡面可能只有一些槍兵 但是Riz這邊 要直接上去嗎 先騙了鬼雷 唉唷 這邊鬼雷還在移 喔有騙到有騙到 這邊所有槍兵都直接殘血 一波狗直接上去 看能不能把這兩隻二郎給直接帶走 啊被包起來了 被包起來了 被包起來了 但這邊Riz可能還要再擊殺一些工兵喔 因為畢竟前面是騎生掉非常多經濟的在爆狗 但看起來應該已經是有賺滿多東西了 還在咬 上面四五條狗還在咬工兵 很可惜剛剛穿上去的時候 第一時間狗上去的不是到特別多 Kobe很快速的把 他的工兵直接又有幾個載起來 所以 把傷害算是降到最低 但還是造成了不少傷害 Riz透過這一波進攻來說 後面趕快的全力的刷工兵 已經擊殺掉人類這邊總共五隻的工兵 以及所有的單位只花了二十二條狗 那在Kobe後續有把二狼的數量追起來的情況底下 Riz這邊狗應該就不用再往前了 現在往前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就看一下對面的門口的狀況吧 那槍兵剛剛是因為一顆鬼雷的誤傷 全部殘血 醫療體來不及直接補血的情況底下 被所有的狗咬一口直接暴斃 導致現在Kobe家裡面是完全認0對空 Riz看起來應該是想要抓一個人類出門騷擾的時間差 看看能不能鑽進去咬東西 但二狼是直接被留在家裡面了 所以這狗應該暫時不用送 醫療體是空的 空傳技 那Kobe看起來是要轉回一個火車女妖的騷擾 並且開了這個山礦 但前期的這一波 對他來講還是蠻傷的 Riz又去了很多很多的狗 但是這個狗的確 要小心啊 對這個王蟲可能就是要進來看一下 他的二狼到底有沒有出門 確定不再加這個狗才有辦法 想辦法找機會鑽進去 但是Riz看起來要直接 蟑螂狗一波了嗎 變了火蟑螂是變去哪裡 眼睛瞎了是不是 變在這邊 要來看能不能把這個門口給砸爆好 然後外面這一邊有非常多的狗 30條狗 但應該只是賺一點東西啦 因為Riz這邊後續還在二本還在升 然後弓幣還在暗 又干擾你這個山礦才期 但是對面有女妖啊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火蟑螂 就會有點虧 這樣還蠻虧的 原本是想要干擾一下 但是兩台隱形女妖頂上來 這一波就的確沒賺頭 二狼出門 但這邊Riz因為視野已經沒有了 所以應該看不太多 但是廖望塔是看到了 廖望塔看到葉耀廷又再次出門 阿這些狗 看要不要 回家 或是往前走 其實也可以 Covid這一波雙線騷擾的時間點 來到了7分12秒左右 下面已經有後蟲 全部在等這四台二狼了 然後三框這裡對空有嗎 有 包子髮型松也插好了 整體上面沒有問題 但是後蟲數量有點少 是一個三線是不是 解放者也爆了 好的 這主框的四隻二狼 這邊工兵趕快拉走 DLT也爆了 那工兵只要 不要發呆 應該不會是什麼 太大的問題 喔 全部包起來 事實上全部死掉 剩下這兩台快 沒有任何 魔力的 隱形女妖 不會隱形的 隱形女妖 好 這一波防守對瑞斯來說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以說是接近完美的防守 沒有死太多東西 一個三線的進攻 對Covid來講是沒有 相對起來沒有什麼成效的 瑞斯這裡則是要直接去跳一個飛躺 好 看到Covid三光開了 那瑞斯這邊 事況也已經好了 也沒什麼問題 工兵是來到了72 應該還有點空間去再把 工兵往上刷 沒有問題 這邊要刷80了 但是有掌握到 對方已經要出來嗎 沒有問題 廖望塔已經看到了 Covid的槍兵 那這時候可能要 配一下兵 有 他分了一小批部隊 看看能不能去 加一邊多線 然後加一邊試況這裡 暫時可以拉掉 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直接吃坦克 欸欸欸欸欸 這協同配合的問題喔 試況直接被點了 毒爆速度還沒有好 我覺得瑞斯這邊應該不用照鏡 這位就放一下也沒關係 非常非常非常配合狗 還在騷擾 好 好這兩台女妖剛剛 非常是沒有看到沒有抓到 這邊可惜 瑞斯剛剛的試況是 直接被Covid推進去點掉 但是 不幸中的大姓是 工兵沒有死 欸工兵沒有死 這個回修的工人 這麼賣命啊 到了前線還在繼續修 想要開五況 在這邊應該會被女妖直接點掉 應該要取消 然後非常應該要想辦法先去把 這個女妖給抓掉 還看到地面部隊在地圖的上方了 飛躺這邊還是先不回家 持續的給壓力 但是 要小心 不要送掉了 好好好女妖自己送掉 那這樣沒問題 非常就不要回家了 非常就繼續在前面給壓力就好 來一波大量的狗直接衝進來 這是一個雙線的進攻 Race12點鐘的事況再次取消 但是沒有關係 人類的家裡面有辦法賺到東西嗎 有有有 殺了很多工兵 不殺了很多槍兵 很多槍兵 很多槍兵 硬點坦克 坦克被點掉了 好狗繼續咬 非常要不要走 想把這個BT給點了 唉這個有點虧 這個有點虧 這個有點虧 沒關係工兵還可以繼續咬 狗還是咬更多的工兵 這邊已經有賺了有賺了 12點鐘 靠著後蟲 還能夠直接把這一波給守住 好那沒有問題 Race的工兵還是沒有死傷太閃 但是非常的保存 數量上面來說 可能 可能 死的有點多 看一下Race非常死 其實死的9隻啊 那其實非常有點死太多了 沒關係 繼續的把節奏 看能不能掌握在 自己手上喔 雖然12點鐘的礦掉了 但是這個礦又重新開了起來 應該重新開兩邊礦 沒有問題 這時候就是二攻二防 繼續升 哇 雖然 繞了這幾波都有賺到點東西啊 二礦的工兵 或是二礦的槍兵也好 但是 看起來比較像是一個 換兵的層面 沒有算 比較沒有算是 整個擊潰到對方的經濟 因為自己死的東西其實也有點 然後自己的四礦 遲遲的 沒有辦法 穩健的營運喔 也是導致Race現在沒有辦法 能夠取得一個非常 呃 大幅度領先的主要原因 這邊可能要稍微緩一緩 節奏 我覺得亮望塔是有可能要重新開起來 然後 主要是四礦這邊的重胎 應該要想辦法鋪出去也是蠻關鍵的 在防守面來說會 比較的舒服一點 好點掉 這個重胎是很關鍵的 看到這邊有兩船兵走了下面 但是上面的亮望塔這個變形蟲 好看到 等一下應該可以去預測說 應該會 人類是有分兩波兵在外面 現在重組最重要的是 趕快把視野都給站起來喔 以Race的狀況來說 像一攻一防 打二攻防也不是到太舒服 所以可能還要再等一下 等這個二攻二防的timing 但飛躺 看一下飛躺有沒有機會找一些 地點去做切入 好像也是有點困難 那就要靠這個毒爆狗 那這個毒爆狗 很關鍵的點 就的確是在這個重胎上啦 這張圖要衝 要衝的話也是蠻討人厭的 在這個點上面的話 一波狗興趣看到 Copy這邊還有一波兵在家裡面 來飛躺要從後面夾擊嗎 這邊Race變了大量的毒爆 要來 想辦法去解掉 喔 先一波上去滾 好 想辦法解這個失況的進攻 但是Copy的第二波 部隊馬上就要去上來囉 Race如果現在要解的話 可能要快 來衝了上去 第一波 撞到了蠻多的槍兵的 後面的坦克其實也沒有到特別的眾生 滾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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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蟲也在進攻 但是槍兵死 槍兵還有點多 沒關係沒關係 再等一波再等一波 毒爆還在變 後蟲這邊也還沒有死 再跟一下 坦克的數量其實沒有很多 都是槍兵 都是槍兵 後蟲扛一下這個槍兵 飛躺也來扛一下這個槍兵 槍兵全部都殘血 衝了 其實已經沒有任何的能量了 後蟲扛著坦克的傷害 所有毒爆狗往前衝 緩解這一波的進攻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有個關鍵點 是人類的三攻三防 是要好了 然後他節奏拉得有點緊 所以他的四礦是沒有下下去 他直接把主礦的四基地給飛出來 所以Race的最關鍵點 應該是不要讓這個四礦太舒服的影韻 只要壓力給的夠 現在Kofi人口其實是拉不太起來 他已經花光所有的錢了 工幣這邊很多 工幣很多 但是Kofi這邊也有一個問題是 他的坦克數量不夠啊 沒有坦克沒有鬼雷 有這個解放者其實有點尷尬 解放者對上這個龍狗毒的情況底下 效果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兩台坦克的情況底下 Race直接選擇往上一衝 所有賭暴蟲 把這個嗆兵果的咪咪媽媽 已經來到了 將近70個領先 Kofi是打出了 結局 恭喜Race在對上 Kofi的第一場比賽上面 這兩千大氣壓力 順利的拿下 雙方的第一分 1比0 哎唷打得漂亮 T有掃描Z有叢 那P有什麼 P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觀察者 對不對 會隱形又飛得那麼快 還有這個 教室的幽影去做做偵查 還有先知的天啟 都是笑話 都是笑話 上面上半步進行的這麼快 大可已經2-0出了 太快了吧 有人說問一下有Hat 今天沒有 今天指今天沒有 剛剛上一場Race的確 打得不錯 雖然 前中期的那個飛躺 看起來損傷有點慘重 然後施況其實有點被delay 但沒有關係 在瓦解Kofi的推進上面來說 還是取得一些蠻好的成效 Kofi的那個陣地 看起來不太 不太堅定 不太堅定 眾生也不太夠 坦克數量不夠 然後 應該說整體的部隊數量上面來講 都不太夠 雖然工房上面是提的很快 對啊 那Race就是 逮到一波他 Kofi進攻四礦的一個 台幣點 然後側動一個雙面包夾 從四礦的口 配合側面的飛躺 以及少量的狗 衝上去 瓦解那一波進攻開始 其實Race就 只要 後續沒有太大的失誤 優勢就是從那個時候 開始慢慢的穩固起來 好 來看一下雙貓的第二場比賽 地圖是來到了永久連接 看一下地圖的左下角 這邊七點鐘 紅色的人人選手 是中國的Kofi 右上角藍色的重組 則是台灣的選手 Race 1比0 Race在這一周的16強 上面是已經取了一個 天派的領先 3 1 1 2 2 1 2 2 2 3 2 2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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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吃一些比較厲害的午餐 我的早餐是還沒吃的 我們一路一路站到這個 預計應該是2點左右吧 通常亞洲區的比賽 因為參賽人數比較少的關係 有時間上面來看應該是比較好預測的 好 Kofi改了一個開局 是用一個死神 採取一個死神開局 炮蟲都出來了 這個弓兵沒死 剛剛是死了一條狗 算是比較虧一點點 但 也沒關係 小虧 這是個死神 速開三況 這三況非常的快 2分50秒 就把這個3機給甩了下去 然後要來打一個比較正統的 一個2狼開局 走回了一個比較 正常的流程 那瑞士在踢了狗樹之後呢 也是直接把這個瓦斯給停了 要來做一個營運的最大化 畢竟在永久連接上面啊 營運還是 比較適合的 這個 死神真煩啊 有沒有機會再摸一下 沒有 跑掉了 Kofi這邊打得很營運喔 剩下出了一台圍巾 要來掃蕩 外面王蟲的視野 對阿 瑞士只是這個 胎命點上邊的一匹狗 配合這個前面出的一化蟲 來去前面做一下偵查 看一下二礦孔 確認一下 二狼 好 四台二狼 雙倍看你開到三礦 三礦這三機也看到了 算蠻Lucky的 不然一般來說 應該是不會讓你上去 喔 死神 他掉了 活到了4分20秒 其實這個石頭蟲租 他有看到這個蟑螂反之場 喔 有 有掌握到這個情報 外面的唯一的王蟲阿 是 直接被這個圍巾給掃掉了 所以瑞士在現在來說 視野是比較 比較看不到的 有點 有點盲目 沒關係他這邊有六條狗 去做前面的偵查 再去何況看一下 看你前面是兩個B1封口 好 瑞士二本現在4分50秒左右 開始做提升 六台二狼的前壓 還搭配一個解放者的雙線 來看一下瑞士這邊的防守 兩隻弓兵 運氣不是很好 下輩子再見 解放者架帶了三礦 瑞士反應很快 直接拉走 但是最重要是後叢 尚未不能跑掉喔 有有有有 狗都縮在後面 沒有問題 這個關鍵點是 狗不要出去 被狗出去的話 你就會被這二狼給 賺免錢的 所以狗一旦停在後面 這二狼其實也不太敢輕易的往上衝 一旦衝上去 這狗在瞬間的包圍上來 這個二狼是全部都沒有任何操作的攻擊 或是全部送掉 從他又被點掉啦 二狼又來了 我這兩個進化師放了這麼 Fashion的位置啊 放在了這麼外面 後叢出來 趕人啊 送客 施框開了起來 但是COPY這邊的山基地也是 順利的在營運 那這一場的話 就要看一下 我靠我靠我靠 我已經殺人了 他剛剛是點了什麼東西啊 該不會是中立的生物吧 就要看一下瑞士能不能扛住 人類中期的一波進攻 因為這個情況底下 瑞士是不是要直接200人口傷了 雙升攻防 這個解放史也太過分了吧 是幫我們當瑞士當蘇嘎是不是啊 整體來說殺了五隻公兵 其實也沒有到特別賺 我覺得那個圍巾有一點 是不是送得太早啦 你那個圍巾這樣去殺一隻公兵 殺兩隻公兵也 太沒有意義了吧 我自己覺得 瑞士看起來好像要 爆200人口蟑螂咧 只沒看到你爆了一些蟑螂喔 但其實老實講 人類這個時間看到對面爆蟑螂 也還真的不能幹嘛 可以先做一下 對啦 建築學跟眾生 這邊已經改出光頭了 掠奪者 看來應該是已經察覺到 瑞士這邊的蟑螂有一點多 好 那反倒是瑞士要去推一波 等一下看一下 這邊一波強兵上來 喔 死了兩隻蟑螂 死了兩隻蟑螂 但是瑞士這邊不管了 利用一些醫療體來拖點時間喔 來延緩這個蟑螂進攻的timing 但是這個一攻一旁蟑螂馬上就要掉到臉上了 我看一下這邊三光 喔哇這個蟑螂其實有點深喔 瑞士不一定能夠占到什麼便宜喔 的確是兩百人口蟑螂推一波 要從哪裡打 從這裡打的話 不錯喔 這兩台坦克的輸出範圍其實是蠻有限的 如果從這裡 如果從這裡 第一時間就要把這兩個靠著蟑蟲的視野 能不能把坦克給砸了 砸了砸了砸了貼上去 好砸了然後大量的槍兵 喔有機會喔 179人口這邊蟑螂雖然還是很多坦克又沒了 攻兵有點拉慢了 但是槍兵要把這個蟑螂全部同樣包圍 但是後面的蟑螂還在接瑞士這一波 非常的有力 非常的具有傷害性 攻兵死光 槍兵能不能夠蓄起來 站著才是最關鍵的 這邊把坦克往上載 想要拿一個比較安全的點位喔 但是 瑞士現在只要把這個 BX給拆光 這個時候回頭再來打這個三塊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 切記要趕快把握 把握這個坦克數量 還來不及成型的情況喔 能賺多少次多少 槍兵這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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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擠慢的往上擠 找不到坦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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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巴還少一巴還少一巴 坦克傷害給的很夠 這邊張的時間很多 藥體太多了 張的死三慘重 離開坦克的射程範圍外 看能不能吃一點槍兵 這邊換的話就有點虧 哇 這樣子一波沒有打死的情況底下 對瑞士來說不太妙喔 因為這個打法你要回過頭來去轉型成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或去攀升科技等等 都是有點尷尬的 這種情況通常只有一個結果就是 繼續爆到底 一波打不死我就打第二波 第二波打不死我就打第三波 但是 人類這邊其實三況有在營運的情況底下 東西有可能會慢慢的被他背出來 雖然這邊醫療體是沒有能量 來看一下 再次選擇了老位子 最喜歡熟悉的地方 這邊有一船 喔哇該不會吃了一個火傷狼吧 太虧了吧 好瑞士被拖到一些進攻的timing 這個時候就是一攻一防打二攻防的 對瑞士來說情況不是到太好 即便有50人火的領先 所以都是蟑螂浮爆的一些單位素質 直接往這邊衝 解放者架起來 這隻解放者其實不是最關鍵的 最痛的還是那個坦克 哎呀哎呀哎呀 好痛好痛好痛 縮在了射程範圍外 坦克數量其實已經不多了 但是蟑螂其實也數量不太夠 還在蹭還在蹭 醫療體師都沒魔了啦 這邊火蟑螂會被吃喔 這邊火蟑螂會被吃喔 但是也沒辦法回頭了 欸我覺得Coffee這邊可能有點躁進 這邊兵應該全部載起來往後走 對 但我覺得 人類應該是 沒有應該是守得下來 應該啦怎麼樣 我能讓我講完這句話 自己幫自己撿highlight嗎 應該沒這麼誇張吧 不會啦這個人口數量已經拉不起來了喔 坦克掉了 但解放者沒掉 走不掉了沒了 這一波200人口蟑螂沒有推下來是有點可惜 還是算Coffee比較早看到Race的這個意圖啦 有相對性的去做包含這個瑞羅子 我覺得瑞羅子還是蠻關鍵的 好點掉 Race這個應該是扛不住了 現在回過頭來生這個二宮房 太困難了 這就是這個打法的主要問題 你第一波A不死 你對面如果不是半殘 都不算贏 現在 人口已經 甚至被反超的情況底下了 蟲族基本上也沒有任何出門的可能 那就是一輩子被棍在家裡面 然後 可能歐彌陀佛看看 自己對面會不會失誤點個滿船的三十轉槍兵 不然 不然很難啦 瑞斯現在可能得熬過 三本的那個時間 但是太久了 真的太久 阿蟑螂被Rude追著打 瑞斯打出了 結局 比數是來到了1比1 這部推進可惜了 第一時間看起來是非常有希望的 再選擇一個二礦跟上換口之間的交戰 把對面大量的部隊都給吃光 也吃了一波的公兵 三礦的公兵全吃了吧 但是 其實 後面所剩的蟑螂是不足以讓瑞斯直接 那些 上主況 然後佔據對方的出兵點去拿下張比賽 因為數量看起來應該是不太夠 對 所以 呃 在對方只死了那一波 攻兵跟槍兵還有坦克的情況底下 對瑞斯來說其實是沒有到特別轉 因為那個打法就是 就是 像剛剛畫面長的那樣 你一波M不死 你第二波第三波 你就會慢慢的越來越 打不死 但你也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除非對面 斷線了個五分鐘 然後你去做後面的科技轉型 不然對面是不太會給你空間 和時間去 去做發展 好的 來到了雙方這個BO3 16強BO3的最後一場比賽 來看一下布萊哥本地圖 右下角五點中方向 紅色的充足拳 紅色的人類選手 中國的人類 Kofi 左下角線中 藍色的則是 台灣的充足拳手 REX 彈琴說愛 聊天流 有 雙方的比數是1-1 最後一把 身為一個全面的充足選手 肯定是要一波跟營運都要 樣樣樣都行的 樣樣都行的 樣樣都有鏡頭 我看一下大家說什麼 實況貓叫 實況貓叫 沒有錯啊 沒錯對 黃性選手他家沒貓啊 黃性選手是狗派的 大家譴責他好嗎 沒有錯 沒有錯 有啦 只要韓國繼續播 台灣應該也可以繼續播 台灣繼續播 但是就是記得要去 隔壁棚看就對了 人家都還有 幫你們做選手的中文翻譯耶 對啊 夠佛心了吧 還花錢 這也太虧了吧 怎麼了 還花時間對不對 幫你做好翻譯 還花錢 讓你們去辦一些社群賽 夠佛了吧 沒有這麼佛的啦 好不好 其實兩邊都蠻佛的 我跟你講兩邊都有 其實 我 我做了這麼久 兩邊都是真的還蠻 幫助 幫助星海 即便星海不是 現在最主流的一個項目 但兩邊神信都幫了 幫了我們很多忙 對啊 也是有他們才有更多的內容可以看 當然還是 也是感謝觀眾才有 才有東西 他們也才肯 幫助我們 對啊 如果沒有觀眾的話也不用說這麼多 對 衣食附 欸 這個死神已經殺了三個單位了耶 兩條狗一隻工兵削翻耶 哇 難道 然後 先來一口好了 然後瑞士要衰敗猶龍 四彩猶龍 3分40秒 升二本 啊這是怎樣 胖子二郎一波 喔 在藏喔 他這是 當個兵營的 胖子 戰狼 戰狼胖子一波了 然後圍巾出來 所以 瑞士的蝗蟲是看不到的 哇 瑞士這邊 有點危險耶 我不太確定這個二本是想要幹嘛 他的瓦斯現在還是只有一個而已 要看到這個意圖 有點難 因為對面在藏 然後圍巾在掃四野 這邊很快就抓到第二隻王蟲了 那就要看一下瑞士能不能夠 通靈 通靈成功 來胖子直接來了 這個拆命點很早 五分鐘 完蛋了 還掉一隻後蟲 這波關鍵的其實是這個後蟲不能死 阿 不太妙阿 這個狗上去 不行不行不行 要先想辦法用後蟲把這個 戰狼的數量給 削到一定程度 然後狗再上去包胖子 不行不行不行 要被燒穿了 這個時候二本跳飛躺 剛好被抓一個 胖子戰狼胎米 夭壽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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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猜拳猜輸啦 剪刀石頭布阿 欸了 不行阿 這個太難判斷了 而且剛好瑞士自己也在跳科技 回爛 所以這時候就是把索瓦斯變成飛躺 但是 但是 又能怎麼樣呢 三況沒了 欸螺旋塔被點掉了 好死不死這個螺旋塔還插在二況之中 沒了沒了 好吧 看來我真的是最不奶的那個 這樣子也奶不活 那我也沒辦法 好可惜喔 那輸這種最最杜爛的 我手都還沒出 你怎麼已經按在我臉上 討厭 討厭 好吧 那很可惜 瑞士就是在這一周 止步十六強 被讓一追二 停在了 Kofi這裡